在人们印象中,俄罗斯这个国家,一直是一种工业极其发达的面目释然。 但事实上自从苏联解体之后,一部分前苏联的重工业代表作,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加盟固和国。 比如大型机用燃气轮机就是一粒,在2014年顿巴斯战争爆发之前,俄罗斯一直使用购买自乌克兰曙光,机械设计和科研生产联合体研制的机用燃气轮机用来装备在11356星护卫舰上。 不过自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爆发战定之后,11356型护卫舰由于失去了动力来源,导致多艘处于停工状态。 事实上,俄罗斯自己一直在试图拍8M90F22型轻用燃气轮机装备给该护卫舰。 不过,由于研发进度十分缓慢,导致已经布塔克夫海军上将和护卫舰为首的三艘11356兆型护卫舰处于辣尾状态,正在造船厂的船台上任寒风轻时。 不过就在俄国人快要放弃这三艘船的时候,过去仅仅在海军军售方面,被他们坑鼓无数次的引渡人,却主动找上了马。 他们表示愿意出手购买两艘上位建造完成的11356M型护卫舰舰体。 另一方面,他们正在与乌克兰方面谈判,寻求购买BP59.1型燃气轮机的可能。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,目前双方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,印度方面愿意出资9.5亿美元,折合约60亿人民币,购买两艘11356M型护卫舰煤舰的船体。 而买回去之后怎么建造了? 罗斯一概不问,早在当年,普京就以戈尔什克夫海军元帅号航母的出售阴谋活活坑了印度23亿美元之多,并且在后来971型攻击和潜艇的租借问题上又坑了印度人一把。 不过刚花了54.3亿美元天价购买俄罗斯S400远程航空系统,对印度似乎还没有花的输入。 因此,财经一步做出了这种堪称脑子有坑的举动。 而这两艘护卫舰真值这么多钱吗? 我们不妨拿11356M和我国的054A型护卫舰来对比E3。 海水量方面比我国上400多吨,垂直发射系统单元数量上差距不大。 不过054A比其兼容性更强,传电设备上被054A灭压,然而054A的造价每搜只需要14亿人民币。 推算下来每搜处于那位让他的11356M1-054A贵了18.5亿人民币。 印度还真是人少钱多。 面对这样的好事,俄罗斯自然是欣喜若狂,简直就是天下调限兵的好事。 对此有军事专家表示,亚洲大国,印度显然就是不长记性的表现。 虽说其工业底子博自己造不出来什么好东西,但是不能一味地往外撒人往前。 作为老对手的我们都为印度感到哭笑不得。 作为老对手的我们都为印度感到哭笑不得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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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